那我们为什么放不下 对于四十真相没有透吃了解 真正透吃了解了 心里才真正恢复到 亲近平等局 晶体上亲近平等局 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震慑之际 是我们自己的本来明目 怎么样起心 能见到它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它就先见不 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它在哪里 一切时 一切处 它全都在 没有它不在地方 为什么见不到 因为你起心动念 分别止足 它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是 什么都不是空 什么都是它存在 什么像都没有能性 一切像 它现的一切像 你可以别执着它 幻想 它不现象 它不现象的时候 你不能说它是无 它有无比的能量存在 这个能量能变性 一切样 大臣经教 师尊 师尊讲了这么多年 就讲这种事情 知识分子 在一切大众当中 这样的比例最大 人数最多 所以释迦 释迦世心 唯一一个知识分子 信身 说法了 我们细心观察 它是怎么看破的 它是怎么放下的 今天的科学校 他们研究的成果 我们佩服到五体土地 但是还差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它上不去了 为什么 它没放下 放下 它就停就了 随着你讲到 上空 上美